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工业废物如何使这些沃泰华地区的建筑保持温暖 周五晚上 41岁的奥本戴尔男子在武德县的单车事故中丧生 缅甸的军政府大力推广电动车 为什么美国一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相信UFO 侦探寻求帮助辨认可能绑架 性侵一名少女并在车祸中逃逸的男子 请大家收看 工业废物如何使这些沃泰华地区的建筑保持温暖 加拿大CBC 沃泰华加地诺地区的一个新开发项目 正在利用当地一家职场的废热来供暖 Zabai开发项目目前利用加地诺的Kruger Products Plant的废热 来供暖615000平方英尺的住宅和办公空间 热能通过Zabai社区公用事业和Hydro Ottawa运营的 区域供热系统进行分配 该系统使用一系列水管网络来分配工业废热用于供暖和热水 并且还可以利用沃泰华河的水在夏季提供冷却 该项目由加拿大市政联合会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Hydro Quebec和Hydro Ottawa等多个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预计该系统最终将为总面积达到40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提供供暖 加拿大对利用废热供暖的兴趣正在增长 目前还有几个类似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周五晚上 41岁的奥本戴尔男子在武德县的单车事故中丧生 雅虎 威斯康星州奥本戴尔市的一名41岁男子 在周五晚上的一起单车事故中丧生 车辆撞上了一个电线杆并停了下来 该男子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缅甸的军政府大力推广电动车 日经亚洲 在过去一年里 缅甸的电动汽车EV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 因为军政府免除了EV的关税 并禁止进口汽油动力车辆 截至1月31日 该国已注册了超过2200辆EV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5倍 销售EV的展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其中一些销售中国品牌如比亚迪 由于缅甸是中国EV过剩产能的目的地 中国占据了该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为什么美国一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相信UFO 英国独立报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讨论了40多年前 在明尼苏达州发生的一次著名的不明飞行物遭遇事件 警长副手瓦尔 约翰逊在巡逻时看到一个明亮的白光球 悬停在地面附近 他开着警车靠近这个物体 但30分钟后 他在沟渠中醒来 皮肤被烧伤 车子也受到了损坏 约翰逊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但他从未相信这个物体是外星人 他对这次遭遇无法解释 感到满意 侦探寻求帮助辨认可能绑架 性侵一名少女并在车祸中逃逸的男子 雅虎 斯伯坎县警长侦探请求公众帮助 以确定一起可能涉及绑架和性侵的嫌疑人 该事件导致了一起翻车事故 周日在斯伯坎东北部的北武德路 和西库利海特路附近 发现了一名17岁的女孩 她不会说英语 被发现在一辆翻滚的2008年黑色雪佛兰 Trio Blazer车内 她在医院告诉侦探 她被一名男子在车内用枪威胁 并说她会开枪打他 警长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中说道 乌克兰总理 寻求日本在电动车和其他领域的投资 日经亚洲 乌克兰总理丹尼斯 史米哈尔表示 该国渴望与日本在多个领域合作 包括本地电动汽车 EV 生产 已从俄罗斯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乌克兰拥有大量的锂矿床 这是EV生产的关键材料 史米哈尔认为这将吸引日本汽车制造商来到该国 总理还提到 其他可能对日本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领域 如基础设施 原材料生产和农业 史米哈尔将于周一参加日乌经济重建促进会议 届时 他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一名女子在东北斯波坎 发生枪击和警车 追逐事件后 被送往医院 伤势危及生命 雅虎 一名女子在斯波坎钢萨加大学附近发生的一起枪击案 和随后的警车追逐中受重伤 警方接到一起盗窃报警后赶到现场 发现一名男子与车内人员发生争执 后者开车逃离并向男子的车辆开枪 后来 警方将该车围住 拘留了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发现该女子头部中枪 目前情况危急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被逮捕 被盗拖车的司机在马里兰追逐中撞毁了警车 美联社 一辆被盗的拖车在马里兰州引发了一场警车追逐 冲破了执法车辆的路障并撞击了私家车 追逐最终在司机撞到电线和多辆车后 停在了一个树林地区结束 嫌疑人随后被逮捕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本周的新闻包括 沃泰华地区的建筑利用工业废物进行供暖 美国一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相信UFO 缅甸推广电动车 乌克兰寻求日本投资 以及斯波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沃泰华地区的建筑如何利用工业废物来保持温暖 这个新开发项目 利用当地一家职场的废热来供暖住宅和办公空间 通过一系列水管网络来分配工业废热用于供暖和热水 这不仅是一种环保的方式 还能够有效地利用废物资源 加拿大对利用废热供暖的兴趣正在增长 这个项目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 我们要聊聊 为什么一些受过最高教育的美国人相信UFO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讨论了40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发生的一次不明飞行物遭遇事件 尽管这位警长副手亲眼目睹了不明飞行物 并且还在事后有了一些奇怪的经历 但他从未相信这个物体是外星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 也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 有时候事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信仰 在缅甸 军政府大力推广电动车 在过去一年里 缅甸的电动汽车数量增加了六倍以上 这得益于军政府免除了电动车的关税 并禁止进口汽油动力车辆 这个举措不仅有助于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还能帮助改善空气质量 由于缅甸是中国电动车过剩产能的目的地 中国品牌在缅甸的市场份额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乌克兰总理 寻求日本在电动车和其他领域的投资 乌克兰希望与日本合作 在本地生产电动汽车 已从俄罗斯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乌克兰拥有丰富的锂矿资源 这对电动车生产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吸引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关注 总理还提到 其他可能对日本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领域 如基础设施 原材料生产和农业 这次会议将为日乌经济重建促进合作提供机会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斯波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一名17岁的女孩在一起 可能涉及绑架和性侵的事件中受伤 她被发现在一辆翻滚的车内 警方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来确定嫌疑人 此外 还有一起枪击和警车追逐事件 导致一名女子受重伤 这些事件提醒 我们要保持警惕 关注社区的安全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总结 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是 利用工业废物来供暖 是一种环保而有效的方式 虽然一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相信UFO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 缅甸和乌克兰的电动车推广 有助于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斯波坎发生的事件提醒 我们要保持警惕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